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现在呢就来到了故宫邮局的门口了 不愧是开在故宫里的邮局 就有很多跟故宫有关的元素 比如说像我身后的这个信筒 它下面还盘旋着一条龙 很有这个紫禁城的感觉 那其实现在呢距离闭馆的时间已经很接近了 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人来这里打卡 也还有很多的产品上心 比如说像兔年的主题邮票 据说非常的可爱 这个呢就是故宫这次推出的叫回卯泰河 是故宫生肖过世的特性化游条 非常的可爱 而且很有过年的感觉 让一整套非常漂亮 你带了 好漂亮 我想体验一下从故宫这边寄出一封明信片 这个是楚穗宫 然后这个是前清宫 选择困难症的我就选择了all in 就都买了吧 但我要选一张把它寄出去 其他的我就留作纪念了 我就要选这一张 雨门的这一张 看这个游戏特别的可爱 兔年霸吉 哇 太可爱了 这个也是一个兔年的 这个跟这个不一样了 所以这是个元宵主题的 应该是 这个是除夕 这是正月初一 然后就是正月十五 它有一个时间线 我还是小的时候寄过这样的明信片 下一次我再来的时候就 一定要带一个本 然后把这边的这些风景戳啊 还有那个邮局的戳都把它挤起 好了 这样就是一张我写完的这个明信片 我是祝了自己兔年霸吉万事顺利 跟我这个上面的这个油戳正好就搭上了 也是兔年霸吉 不知道多久会收到它呢 之前有做攻略说 故宫是可以免费盖那个油章的嘛 我个人比较喜欢那个兔年的那个 就是知道这边邮局是新做的嘛 一个是兔年 一个是故宫这一块 他做的还挺好的 这就是我今天的一个探店的成果 真的是收货颇丰 买了一堆 还有一个温馨提示呢 就是这个故宫邮局呢 是在省武门的旁边 也就是在故宫的出口处 所以大家呢 可以选择早一点从故宫的武门进来 一路呢走走逛逛 最后到故宫邮局来打热卡 也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但另外一点呢 就是故宫邮局是下午四点就会关门了 所以大家来玩的话呢 一定要趁早哦 小心对大家兔年大吉 新年快乐